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8日 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 本人都观察的视角都集中在法治 今天看到这个疯狂网发表了一条消息就非常有趣 讲到美国2021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发生这个冲击事件 现在似乎人们都有点淡忘了 但是当初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是惊心动魄 也就有很多的老百姓拥护这个川普 当时就是没控制情绪 因为人们都认为这个大选不公平 有造假行为 所以说就要求都出来声援这个川普 所以说导致有一些行为 现在回想有一些不够理性 于是大家就看到了网上有一张照片 都记忆用心 给大家看看 就这张图片 你看 这位选民 拥护川普的川粉 这个1月6号冲击了这个国会了 到国会里面以后呢 就到了这个南西佩洛西的这个办公室了 到了议长啊 纵运议长这个南西佩洛西的这个房间里面 办公室里面了 然后就把这个脚一只脚打在这个台子上 摆拍各种动作来调侃 来表达心中的愤怒 这种举动确实不雅 应该讲不太文明啊 不合适 但是你想在当时的情况下 这个人们都抱着对川普的感情 要是有正义和公平 结果这个事情都最后被定性 为什么属于一次这个涉嫌暴力威胁事件 就被抓起来了 关到监狱里去了 这个他现在就是这个消息就对他有利了 也就现在这个法官啊 经过法官的判定啊 也就是这个华盛顿特区地方法官 美国的法院多啊 这个其中的一个法院 他这个判定他什么呢 在权衡啊 这位叫巴内特的人啊 一举称名叫巴内特 在权衡巴内特的诸多行径 及其潜在威胁后认为 巴内特未构成足够暴力威胁 无需被拘留在监狱 你看这个我认为判定还是很公平 很好啊 那当然了 他现在面临的指控 一共七项形式指控啊 不是这一项 还有他对全部指控均不认罪 美国就这样 有的时候呢罪名很多 我等到最后判下来以后就清晰了 那么 现在这个人可以回到家里了 现在也就回到了这个 他位于阿肯色州的家中啊 就等待什么 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啊 呃 今天媒体用这个词句叫 等待进一步的诉讼和传讯 也可能就没事了 也可能还有事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呃 这位当初啊 闯进这个南希佩洛西办公室的男子啊 李查德巴内特 终于得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包括本人这个随川粉啊 呃 我认为他不构成犯罪 因为你放 放到当时这个大背景下去观察 在当时的情况下 确实有点群情激愤啊 人们特别的 这么不公平 你像川普呢 人其实很旺啊 拜登几乎都不怎么出来 这个 亲自到这个演讲现场啊 这背后运作啊 就是啊 叫什么 深层政府啊 呃 大家都很 都用那些词是吧 背后的大恶等等啊 就估计都应该是政界和商界 华尔街什么 这些人支持拜登啊 因为拜登在体制内干了 这个四十多年公务员啊 官场老游子了 人脉很棒啊 呃 现在回想拜登这人 有他的本事 就是什么 这个人他注重团结人 靠团队去做事 呃 不是像川普那样 各一个人英雄主义 靠个人魅力啊 呃 超越别人 往往都给别人甩到后边 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服啊 呃 有些人也反共 但是反共的人也希望给川普 给他拿下来啊 也包括现在一些很多媒体 不都是和当初的这个观点 不一样了 原因很多啊 还有川普一开记者招待会 就跟他记者吵架 那吵架是不行的 因为你得需要他们宣传 还得适当的 呃 做些协调 有点弹性 这川普太直白啊 啊 这个给人感觉就是那么就是 性情众人 呃 推特整天那么推啊 有的时候一些事没经过集体研究 那不行 如果是还是老板的话 当然可以啊 就在你唐纳德自己的企业 你随便整吧 你一个小王国 但是你要当一个公务员 人家总统呢 那个显然是工作方法不当啊 是不是啊 你应该集思广益啊 那么这次发生的事件 现在回想的话 的确是一些在美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大事件了 就人民群众如此激动的啊 这个跑到这个这个国会里面去了啊 当然国会平常也是开放 也属于人民了啊 我认为这个这位叫 理查德巴尼特的先生啊 他是全凭着一厢的热血 是个男子汉啊 要表达自己要求民主自由的愿望 要想把自己喜欢的领导人推出来啊 没有什么恶意 这当时就是比较烦着南希佩洛西啊 南希佩洛西确实有些事做的 这个让人看来也是 这个女人是比较极端啊 我是不太喜欢的 当然他有他的长处 比如说1989年在北京 他曾经比共产党还拘留了一两天 这个也是一件大事 说明他也是反共的 但是他在和川普这个对立的过程当中 也显得不那么包容 不那么心胸开阔 也很极端思想的人做事 你比如说要在议会上和川普握手 川普没同意和他握手 川普做的也不对 那女性跟你伸出手了一定要握 他不握 结果他很生气 当时就把那个 这个是川普的报告啊 数值报告 我记得好像死的粉碎 当停车的粉碎 你说这个情景在中国难以想象了 中国哪能在人大会议上 说是栗战书给习近平给的报告 死了不可能 他俩好儿子都是铁哥们 好儿子都不得了 你贪我贪是吧 都是一家人 一党之争还是不好 应该是多党之争 虽然多党之争也有丑闻 这个也有不雅的一些故事 但是总是比专制要好一些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 理查德巴内特的事 你抓完这个人 放到监狱里暂时关押 等到法庭 法庭宣告无罪 当然现在还不是无罪啊 现在我估计还有点含糊其词 可能还有问题 但是总体上放回家了 你不能随便给人抓起来 批评就算了 这个事儿就是一个人的性格 就是说太冲动了 有的人的性格沉稳 这个事儿再激动 他不会这样 觉得太危险了 因为他到人这个房间来 还带着这个鞋 带着这个电机棒 所谓电机棒 就是平常不有一种带电池的吗 这个本身带这个就不合适 你去游行和平抗应 带这个不合适 但是他没有用电机棒 和警察俩作对 对不对 你要尊重事实 他没想伤害警察 他又不是枪支 这个他只是把这个脚 鞋放在人座上 这个确实不好 太不文明了 但是你想想也可以理解 虽然心情太激动了 理解他这种心情 所以本人对这个案件 法官的处理 本人举双手钻成 尽量少抓人 叫一叫就算了 回家以后 就照常生活了 但是作为这个 作为巴内特 巴内特来讲 我们认为也不要后悔 人内生是漫长的 最可怕是平庸 这个不平庸 这医生就做这一件事 这个照片震动了全世界 要不谁知道 你还有个巴内特 所以说这位先生 现在已经坐了 几个月牢了 是吧 我看这篇文章讲 说检方说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六年以上 或以上的情期 你说美国法律是很严的 你别看这么个小的举动 要真正判的话 你给你判十年以上 这有点觉得不值得 但是我刚才不讲了 人生就怕你太平庸了 总算做这么一件事 千古留名 是不是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